和珅是我国古代有名的贪官,大家对他最深的印象可能就是铁齿铜牙纪小兰里王刚饰演的角色,作为乾隆皇帝当时最宠爱的官员,和珅可是仗着皇帝的宠爱做了不少事情,连官都生得比其他人快,但是权力越大,欲望越大,和珅在权力漩涡中慢慢迷失自己,最后因为贪污十亿两白银而被嘉庆得抄家问斩。 不过和珅临死前给自己的子女下了两道密令,竟然保全了他们二百多年,那么这密令究竟是什么?和珅是满洲正红旗人,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。 但她的父母早逝,她和弟弟和林过着贫困的生活,她很聪明,学习刻苦,精通汉,满,猛,藏四种语言,但她却没有考中科举,而是通过另一条途径进入了官场,和珅成为了乾隆皇帝身边的侍卫。 凭借着她的财干和奉承,很快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和重用,一路高升,直到成为了朝中的第一号大臣。 她掌管了国防、财政、外交等多个部门,成为了乾隆的左膀右臂,无人敢于触犯,和珅有了权,自然也有了钱。 她开始了她的贪污之路,她利用自己的职权收受贿赂,敛财无度。 她还制定了一套制度,将那些贪官的钱财,全部冲入乾隆的个人小金库,而不是国库,这样既能笼络皇帝,又能保护自己,她还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各地,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贪污网络,无论是税收、工程、蒸发、采购,都能从中余利,和珅贪污的金额是难以估计的。 根据清石岗和清朝野史大官等史料,她的家产至少有十亿两白银,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十多年的财政收入,或者说是当时全球白银总量的一半,她的财富足以让她成为一个小国的国王。 甚至可以与欧洲的大国相抗衡,和珅的贪污,不仅使得国家财政困难,也使得民间苦不堪言,她的贪污行为,引发了多次民变和农民起义,如白连教起义等,这些都是清朝的一场场惨痛的教训。 和珅的贪污虽然惊天动地,但她却得到了乾隆皇帝的庇护,乾隆皇帝对和珅的贪污是有所察觉的,但她却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因为她觉得和珅是一个能办事的人,而且和珅也经常给她送钱送礼,让她感到满意,乾隆皇帝甚至将和珅视为自己的金库。 觉得和珅的钱财,其实就是自己的钱财,只是换了一个地方放而已,和珅也很清楚,自己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乾隆皇帝的心情,只要乾隆皇帝在位,她就可以为所欲为,但一旦乾隆皇帝驾崩,她就会面临危机,因为她知道,乾隆皇帝的太子,也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,对她一直不满,甚至有过几次冲突,她担心,嘉庆皇帝一旦登基, 就会对她下手,和珅的担心,最终成为了现实,乾隆六十年,乾隆皇帝退位,让位给嘉庆皇帝,但仍然保留了太上皇的权利,嘉庆皇帝对和珅的贪污,一直耿耿于怀,但她却没有办法,因为乾隆皇帝还在幕后掌控着朝政,嘉庆皇帝只能忍耐,等待时机,嘉庆四年,乾隆皇帝终于驾崩,嘉庆皇帝终于有了自己的天下, 她立即下令,将和珅召入宫中,对她进行审讯,嘉庆皇帝对和珅的审讯,持续了几个月,期间,她使用了各种刑法,试图从和珅口中,得到她的贪污细节,和藏匿财物的地点, 但是,和珅却一直坚持不说,她只是承认了自己的罪行,请求皇帝宽恕,她甚至还写了一封遗书,向乾隆皇帝表达了自己的忠诚和建议, 说自己是为了报答皇帝的恩情,才贪污了那么多钱财,而且她也没有私吞,而是都放在了皇帝的小金库里,嘉庆皇帝对和珅的态度感到十分气愤, 她觉得和珅是在欺骗她,也是在侮辱她的父亲,她下令将和珅赐死,而且不许她自荐,要用白灵勒死她,这是一种极为残忍的死刑, 只有对那些罪大恶极的人才会使用,她还下令,将和珅的家产全部没收,将和珅的亲属全部处死,将和珅的亲信全部逮捕,将和珅的目的全部毁掉,将和珅的名字全部抹去, 她要让和珅在人间和地下都没有一点痕迹,嘉庆皇帝的处置,引起了朝野的震动,也引起了民间的欢呼,和珅的死,被视为是清朝的一次大清洗, 是对和珅的一次正义的惩罚,是对乾隆时期的一次彻底的否定,嘉庆皇帝也因此树立了自己的威信,赢得了人心,为清朝的稳定和发展,打下了坚实的基础, 然而,嘉庆皇帝并没有完全达到她的目的,她虽然杀了和珅,没收了和珅的家产,但她却没有找到和珅的全部财物,通常情况下,像和珅这样的大贪官, 即使没收家产后,不论是朱连九族还是朱三族都有可能发生,然而,和珅的后代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,相比之下,一个名叫安明的小官, 仅仅因为没有回家守丧,就被判处了凌迟处死,全家寂寞,再看和珅所犯的巨大贪污罪行, 却只被赐以在家中自尽的待遇,而且灾祸也为波及子女,除了嘉庆皇帝心慈手软外, 事实上,和珅还对其子女发布了两道秘密指令,才得以保全后代达两百多年, 第一个密码是,不要保留家谱,在古代人们注重宗族的门面, 宗族越庞大,意味着其根基越深厚,这就是为什么皇帝不敢轻易对那些老臣下手的原因, 朝廷上的关系错综复杂,一举一动都可能牵动整个局势,除非迫不得已,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惩罚朝廷的重要官员的,所有这些都凸显了宗族关系的复杂支撑, 相反的是,和珅的家谱没有留下来,这意味着他家庭并没有深厚的世代传承, 即使皇帝发脾气,也不会对太多后代造成影响,由于和珅聪慧过人, 完全明白自己的行为举止,甚至可以预测到自己将会有一个不好的结局, 因此,他为了避免牵连到后代,要求不在家谱上记录后代的信息, 以保障自己家族的延续,第二道秘密指令是,不要建立宗旨, 如果说编写家谱,是为了让家族成员留下名声,那么建造宗旨, 就是将家族的位置公之于众,在古代,许多大家族都有自己的宗旨, 无论是喜事还是丧事,都会前去祭拜,宗旨也会形成相当规模, 家族成员在荣耀时,一同分享幸福,在犯错时,也无法逃避责任, 和珅深知其中道理,因此他不允许后人建立宗旨, 以保护后代,和珅智慧超群,一般人不敢揣摩皇帝的心思, 但他却深谙乾隆的为人,他在官场上,从不贪图小利, 这是他成长历程中的一部分,而由于依赖乾隆的信任与宠爱, 他渐渐变得极其贪婪,乾隆花钱时,他甚至拿出超过国库储备的资金, 而乾隆对此心知肚明,两人心照不宣,各取所需, 正是乾隆纵容和珅的根本原因,和珅深知自己罪孽深重, 因此提前安排好了后事,他给子女下达了两道秘密指令, 要求整个家族低调行事,避免引起任何风波, 在他去世后,并没有对家人造成任何影响。 子孙后代都平静地过着日子,这一切都是和珅精心策划的, 难道不足以证明他的聪明才智吗? 这个故事中的和珅,既是一个贪婪的贪官, 也是一个为了家族利益,不惜一切代价的父亲, 和珅的故事告诉我们,人性是复杂的, 道德和生存常常是相互冲突的,在残酷的现实面前, 我们往往要做出艰难的选择,放弃一些原则,以求生存。 这个故事也提醒我们,贪婪和罪恶终究会带来灾难, 和珅的贪婪最终导致了他整个家族的毁灭, 贪婪是一把双刃剑,它能让人得到暂时的享受, 但最终会带来毁灭,和珅的故事是一个深思的反思, 它让我们反思人性的复杂性,道德与生存的冲突, 以及贪婪与罪恶的代价,我们要警惕贪婪的诱惑, 坚守道德的底线,以免付出惨痛的代价, 担负历史,追求平凡和珅, 这个名字历来被视为极度贪腐的代表, 他的权势和财富犹如天文数字, 同时也因此遭受了数百年来的非议和唾弃, 然而,假以时日, 和珅谋划的两条绝密, 已经得到了后人的承接和传承, 这两条绝密的存在, 让和珅后人都已在历史和家族间自处, 过上了平凡而幸福的生活, 在和珅昔日的阴影笼罩下, 他的后代并不想再与这个名字有任何关联, 他们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, 承载着历史的重负, 同时也在追求着自己的幸福, 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, 毕竟那段历史令人痛心疾首, 而后代们并不想为祖先所犯的错误承担任何后果, 然而, 他们并没有选择完全忘记过去。